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要跟大家 探討香港 目前的處境 我們 其實也覺得 當一個司法迫害 成為政權的其中一個利器的時候 香港其實真的是徹底淪陷 香港試過在1941年淪陷 大家知道那時候是一個黑色的平安夜 日軍殺到來 但是那種淪陷 跟這次香港的淪陷 是有所分別的 當時 大家可能會 如果你是當年的人 你會覺得很絕望 日本人打到來 但是 你怎麼也覺得是可能有機會光復的 希望打回頭的 或者將日本人趕走的 事實上也光復了 經歷了三年八個月之後 就打走了日本人 這個就是要多謝美軍 現在沒有美軍的兩顆原子彈 日本人肯定不會那麼快走的 因為當時是毛田叫投降的 但是現在 現在香港這班人 收復香港的時候 嚴格來說就不是用部隊去收復 所以當時 嚴格來說 應該是日本撤走 他們是自己投降的 所以當時來接本香港的 就是那個 下割 金鐘的下割 那個少將是中將來的下割 我們說回現在香港的淪陷 這次的淪陷 其實就是共匪有計劃 有預謀的淪陷 香港的淪陷似於1997年 始於怡膠的開始 怡膠的時候 已經是爬頂康 已經是打軍機走了 已經是吵架走了 英國當時已經是反著桌子走了 我們看到 香港的情況 是進一步崩壞 當初也慢慢守著英國人樓下的底線 這些底線 是一步一步 被中共拆去 當然 也是有一班港姦的配合 這班港姦主要就是 現在香港的特區管治班子 其實 追溯一點就是由董建華開始 董建華當然是不設不構的港姦 他的班子也有不少的 奸領志徒 例如梁振英 之後也做了特首 梁振英 當年他的班底也是一個 土共班底 林鄭月娥上了之後 更加 因為這個女人 可以說 她也是港英如孽 但也是投靠了中共 這種人其實是最賤的 這些傍仗 其實是最賤格的 我們看到 中國歷史以來 有讀歷史也知道 這類人 通常 反轉豬肚的 是做得最徹底的 因為他以前的出身不乾淨 他覺得他是港英如孽 所以 他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加紅 更加賤 才能取得這個政權的信任 其實他是半將 所以我們說這個業樓 你真是低低的 一來你又不夠水平 你又不夠人家那麼尷尬 其實也不夠林鄭那麼尷尬 這個可能也是在賺你 其實我也在賺你 曲線也是在賺你業太 你業太也很想請喝茶 多謝 我們來英國 請到西手足找你 如果你痛鬼前非 我們也會原諒你的 今天說回 葉劉真的沒有林鄭那麼爛 林鄭 到現在 竟然可以說對去年所做的任何事情 不後悔 而且 她說她重拾自信 有甚麼人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除了人渣之外 這個女人基本上是 完全是把靈魂出賣了給惡魔 徹底妖魔了 這個女人是完全沒有得救的 現在 我們看到香港 那種淪陷的程度 是香港引以為傲的一個司法獨立 沒有了 而司法不單止不是獨立 還是 變成了司法獨立 是對一些 反對的人 用一種很獨立的手段 本身英國流下來的那套 所謂司法獨立 法治 本身也是一套 和美國大選的那種投票 本身就是希望那個制度裏面 不會出籤 從而達至公平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法官 司法部自己任命 陪審團制度 還有講普通法 每一樣東西 整個 制度的運作的每一個人 都要不出籤 那個制度才會成功 只要事對一旁 稍微傾斜 已經不行了 就是法官一樣 法官選擇信警察 那不是示威者 那不是示威者 你律政司的檢控權 完全失控 政府也不用民選 律政司也不用選 他喜歡控告甚麼 本身的制度已經失行 再到現在我們看到 不只是律政司失行 如果你看到法官是失控的 現在有國安法之後 還有國安法清單 的法官 有很多人 急不及待 爭著想要成為國安法 審理國安法的法官 因為可以上位 所以有大量的九官出來 我們看到很多官 說話的那種冷酷無情 那種人面獸心 你們 是完全是 表現到甚麼叫衣冠禽獸 跟之前說拜登的衣冠禽獸班子一樣 其實這次香港的淪陷 比起3年08個月的淪陷 其實某程度上是更加恐怖 3年08個月 你清楚看到那個敵人 你知道是日本人 你知道是獻兵 知道是日本的軍隊就是你的敵人 或者是少量漢奸 但是你這次的那種 陷落犯是更加恐怖的 你知道幾百萬的市民 面對迫害 但是你清楚看到有很多人 穿著西裝打胎 來出賣香港人 盜罵岸言 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話 真的冒陷我們 這些小朋友 我們香港 2019年不是沒有打香港保衛戰的 這是新的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年 香港保衛戰 由新界開始打 打到九龍 再由九龍之後再登陸香港島 香港其實2019年一樣 打了一場 保衛戰 很長的保衛戰 不過我們現在是暗落了 我們是 打敗了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也說要檢討我們 這次輸的原因 主要就是 我們長久以來沒有任何準備 1941年的情況跟我們一樣 其實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香港人 沒有軍隊 1941年 因為香港人是一個殖民地 其實英國就是 不容許殖民地的人有自己軍隊 因為他們怕你叛變 所以 嚴格來說 從頭到尾 香港的管治和訓練 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開放以來 就是不會希望你這裏的人 有保衛自己家園的意識 反而那些新界的鄉新做到 他們保衛家園的意識很強 保衛家園的意識 其實保衛家園的意識 是人的天性 因為我們也是動物來的 守著自己的地盤 要捍衛自己的族人 這件事 他就很擔心你這樣做 所以 以往英國從來都不想你香港人 有任何的軍事常識 不要說他當兵了 連軍事常識 他也不想你擁有 完全沒有 所以去年 我們全部那些年輕人 是一股熱血 但是不只是罵英國 回歸之後 其實香港依然是殖民地 不過變成了北京殖民地 變成了中共殖民地 中共一樣是完全不想你香港人有任何的自我意識 一直就是希望抹殺你們 他用了很多方法 例如讀品 例如買樓 股票 金融 叫你上車 所以香港人跟全世界比 香港人是很明顯的 特意訓練 這是人們特意做出來的 希望你變成一群綿羊 一個地方的人 本來就不應該像一群綿羊 香港是特意訓練成為一群 拜金 還是綿羊的人 或者是港豬 或者是港豬 現在就很明顯是真的變成一群港豬 所以他們就任意被他們宰割 所以 這麼多年以來 香港 跟1941年的情況一樣 確實香港是缺少了自己的軍事力量 也缺乏了軍事常識 軍事常識不一定等於軍事力量 你可以擁有軍事常識 但是沒有軍事組織 香港是兩樣都沒有 這才是一個問題 就算你不搞軍事組織 其實軍事常識是應該擁有的 因為我們 很多人都把香港對比烏克蘭的革命 問題就是烏克蘭有大量退悟軍人 他退役之後也不需要一個中央的 組織去管理那些反抗力量 他也不是有將軍去管理那些軍隊 但是那些人就是因為是退悟軍人 所以擁有大量的軍事常識 還有他們的經驗 也有作戰經驗 就算烏克蘭的軍隊 對他們來說 是佔不了上風的 因為那些人其實是你的前輩 整班是 師弟 師妹 你跟他們打 他們知道了甚麼是命脈 這個就是香港 如果真的要很認真去做一個 學術的軍事檢討 我們也是用學術討論 香港確實 在很多場戰 我們放過了很多具點 是真的放過了很多有效的具點 大家翻查地圖 看看1941年 日軍進擊路線 首先 日軍跟中國 解放軍一樣 大家都是用腳走路的 陸軍 所以要守著要點 所以 他始終是有一個進軍路線 他沒有可能 跳過那些地方 零空出現 除了零空港師之外 香港整個 如果用烏克蘭來做比較 我們的確是在很多次 很關鍵的時候放棄了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 中文大學 也有熟悉軍事的朋友 提醒 其實當時 如果真的是 佔領機場 不是和理非佔領機場 的大樓 是軍事佔領機場 其實早就 香港就被封鎖了 香港就被封鎖了 被香港人自己封鎖了 你一定要佔領他的控制塔 那麽問題是什麽呢 當然李厚族就說 我們還有面對解放軍 我們暫時把他踢在哪裏 解放軍 2019年的戰役 我們沒有見過他 雖然他運進了 警察部隊裏面 但是出動開槍是沒有事過的 赤立國機場 首先 他是一個天然的防守屏障 本身是一個島 如果 如果 佔領了這個島 他們要登陸 其實是相當困難 你可以 撤斷了那條橋 但是你的好處是甚麼呢 你沒有撤斷了 你 甚至乎 拿著飛機自己飛到台灣 其他飛機飛到來的 你就沒有 退路人家就退路了 補給線 你可以源源不自由外國補給線 當然也是理論上 實際上 打仗 全世界 也是第一時間佔領了機場線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防止別人 拿來用 使得 對方的飛機無法起飛 這個是 其實是坤士常識 中國常識 亦很可惜地 香港人 真的錯過了這個機會 當時是和理非也沒有辦法 所以下次有機會真的要醒目一點 另一個想說的 其實最近在看 中東的戰爭 在看伊拉克 看了一些紀錄片 說這個摩蘇爾戰役 大家也知道摩蘇爾是伊拉克的北部城市 被伊斯蘭國強佔了 大家就會問一個問題 到底伊拉克人是怎麼光復這個摩蘇爾的呢 很明顯就肯定不會是 口號沒有問題 口號是一種士氣 是一種激勵 軍人他們也會唱歌 因為互相鼓勵 但問題是差了甚麼呢 就是 有了唱歌和口號之後 沒有了行動 因為 香港人一直以來生活在一個溫室裏面 而且 兩次的政權 即是不論 英國政權或中共政權 都不希望香港人有反抗意識 正正就是因為2019年 原來香港人那麼強悍 他們現在缺乏的是常識和武器 沒錯 缺乏的是常識和武器 加上訓練 說真的 如果我們 上次的勇武有 有2000人 經過訓練 我們絕對可以打贏3萬警察 一定可以 因為他們只是打一份工作而已 而我們是要光復我們的地方 我們是要守家衛國 伊拉克軍隊 灰德遊擊隊基本上 都不是甚麼很高裝備的 部隊 他們是民兵而已 基本上都是穿着T恤 拿著機槍衝出去 人家是這樣光復的 人家是這樣跟IS作戰的 而且那些 都是民兵而已 也是一樣的 人家也不是軍校畢業 也不是全副武裝 像飛虎隊那樣 拿著閃光彈 拿著AR-15 衝出來 也沒有銳武 也沒有水炮車 說真的 如果我們香港人有一支軍隊 2000人 每人一支槍 也不用說是機關槍 每人一支手槍 已經可以打贏香港 我們認真地作出這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很客觀的表述 香港人的意志就夠了 復國意志就夠了 光復意志就夠了 但是訓練各方面是不足夠的 知識不夠 訓練不夠 當然沒有裝備啦 我們只是靠一把傘 只是靠一把傘 靠他的口罩而已 那些基本上是防具來的 所以 香港人 是時候想一想一想一步 我也是很驚訝 我看那些紀錄片 伊拉克林也說那個城市 我長大的 他們那些是志願軍 不是收錢去做的 他們也說我們一定要收復那個城市 因為我在那個城市出生 不可以容許他給 IS郵輪 自願參軍 接著就去 拿回那裏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一點也不複雜 其實我們 香港人也應該這樣 所以 香港輪行 意味著 我們要想一下 如何收復 不是光復 是收復 要收復香港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哦 axis нач 拜拜